ACC創業協進會加拿大結出華裔商業家獎 將今年的最具國際商業獎 最佳國際商業獎 頒發給區塊鏈科技初創公司Epic 得獎人之一的Jim C.圖文雅 分享了他對行業前景和創業成功的看法 Epic 2017年在多倫多創立 很快就匯聚了一批在半導體行業 有資深經驗的人才 包括曾經在美國高通公司 擔任高管的Jim C.圖文雅 Epic 公司設計和生產支持區塊鏈技術的控制板等硬件設備 而Jim以物流公司為比喻 解釋了他對區塊鏈創新的看法 人們不認識一個公司像Amazon 其實是一個資料公司 那些公司 當他們開始做了 他們開始賣書 沒有人認為賣書 會成為成功的商業 當我考慮這類型的能力 和基礎構圖 和這類型的能力 和我們在Epic 我告訴別人 我們不會移動產品 我們會移動電子 Epic的客戶集中在加密貨幣領域 但Jim說 越來越多行業 開始看到區塊鏈應用的潛力 以及對基礎設備的需求 它也會移動很快 到大型公司 即是在銀行或移動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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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政府公司 因為他們發現 這個資料需要 未來的資料 Epic的客戶相當國際化 歐美是當前的主要市場 產品也遠銷至非洲 同時正在計劃進入中東市場 在這裡的產品 是非常有趣 因為很多人看到 在國際上 即是在英國 中央、中央、中央 中央、中央 他們看到 我們擁有高度的優勢 Jim認為 具有國際視野的團隊 是Epic的優勢 令產品設計更加能夠實現 以客戶為中心 我們在Epic的訓練 和工作經驗 在Epic blockchain 是由很多大型公司 和大型公司 非常大型公司 所以我們說 我們在國際上 如何理解公司 在美國的行為 如何決定行業 如何產品 而如何產品 作為一間初創企業 Epic公司也提到 如何培養員工之間的 凝聚力和吸引人材 在Epic工作 真的覺得很優雅 不要說粗糙 但是我覺得Epic 是一個大家庭 如果員工有什麼問題 大家都會出手幫忙 還有兩個老闆 都很以身作則 有時候半夜三家人的時候 都看到他們在覆電 我們做很多的 技術 技術 我們做很多 和我們有很多 環境 我們有很多 樂趣 那是其實 是我們的 和文化 我們想 我們想要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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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